空腹血糖 餐后一小时和两小时血糖的正常值是多少 很多人还搞不清楚 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监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如何监测血糖 血糖在什么样的范围才算是正常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有人认为空腹血糖最重要 只要空腹血糖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 餐后血糖高一点也无所谓 也有人认为 只有餐后血糖是最能反映一个人血糖水平的 只要餐后血糖控制好了 空腹血糖高点也无所谓 其实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 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能衡量一个人血糖高低的三个标准 分别是空腹血糖 餐后一小时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 不妨来了解一下 第一 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是指在隔夜空腹至少8到10小时 喂浸任何食物 盐水除外后早餐前采的血浆检测出的血糖值 能反映胰岛B细胞功能 一般表示基础胰岛素的分泌功能 是糖尿病最常用的检测指标 正常的空腹血糖标准是3.9到6.1毫米OL 如果空腹血糖大于或等于7毫摩尔每升 则要考虑二型糖尿病 如果血糖是在6.2到6.9毫米OL这个区间 则考虑为空腹血糖受损 第二 参后一小时血糖 参后一小时血糖的正常范围是6.7到11.1毫米OL 不过参后一小时血糖并不是诊断糖尿病的标准 如果参后血糖超过11.1毫摩尔每升 并不能诊断糖尿病 但是可以提示有糖尿病的可能 此时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 第三 参后两小时血糖 参后两小时血糖即进时两小时后检测的血糖值 参后两小时血糖检查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葡萄糖耐量试验 临床上用参后血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胰岛素分泌的情况 和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程度 为临床上用于筛选和发现空腹血糖正常的糖尿病患者的最常用方法 正常人的参后两小时血糖要小于7.8毫米OL 如果参后两小时血糖11.1毫摩尔每升 则可诊断为糖尿病 如果参后两小时血糖在7.8到11.1毫米OL 则诊断为糖耐量减退 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往往只需要监测空腹血糖和参后两小时血糖即可 但也有些糖尿病患者需要监测参后一小时血糖 无论是空腹血糖还是参后血糖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 不能只认为其中一项控制好就可以了 第四如何才能控制好空腹血糖 要想控制好空腹血糖控制好晚餐至关重要 如果晚餐吃的过饱或是吃太多高热量高脂肪食物 很容易导致空腹血糖升高 还有大家要牢记 在睡觉前最好不要再吃夜宵了 因为夜宵往往都是高脂肪高热量食物 进食夜宵空腹血糖是不可能控制好的 还有切记不要熬夜 夜间睡眠紊乱或丧失以后 就会导致生糖激素水平分泌异常增多 结抗胰岛素的作用 导致第二天早上空腹血糖控制不佳 从睡觉到第二天起床 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在选择降糖药物的时候 最好时间能够达到 比如使用胰岛素 要控制好空腹血糖 最好选择长效胰岛素 第五如何才能控制好餐后血糖 要想控制好餐后血糖 每一餐的饮食都至关重要 必须要严格控制饮食 不然血糖就会波动 还有餐后要坚持运动 因为运动更有利于控制餐后血糖 那么血糖处于正常与糖尿病之间的情况 怎么理解呢 医学上对这些情况做了定义 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毫磨尔每升 7.0毫磨尔每升 较空腹血糖受损 餐后两小时 血糖大于等于7.8毫磨尔每升 11.1毫磨尔每升 较糖耐量减低 这两种情况统称为糖调节受损 也称糖尿病前期 回到主题 糖尿病人血糖控制到多少算正常呢 这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毫无疑问 血糖控制的好坏 与糖尿病的并发症密切相关 血糖越接近正常 并发症的发生率越低 从这方面考虑的话 血糖控制的越接近正常越好 糖化血红蛋白黑白EC 是反映血糖控制状况的最主要指标 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 ACTIPS研究结果显示 HEBA EC每下降1% 可使所有糖尿病相关终点风险 和糖尿病相关死亡风险降低21% 心肌梗死风险降低14% 微血管并发症风险降低37% ACTIPS后续随访研究结果显示 强化降糖组在强化降糖治疗结束后10年 其心肌梗死风险仍较常规治疗组降低15% 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3% 表明早期良好的血糖控制可带来远期的获益 因此多个国家的指南推荐 大多数成年TRDM患者HEBA EC的控制目标为7% 空腹血糖控制目标为4.4到7.0毫米OL 非空腹血糖目标为10.0毫摩尔每升 但是血糖控制的过于严格 低血糖的风险就会增加 尤其是使用有可能引起低血糖的药物 如胰岛素、黄尿类、隔裂奈类、醋密剂等药物时 有时候一次严重的低血糖 诱发急性心梗、脑梗等严重情况 可能会把多年血糖控制良好的益处断送掉 因此我们在血糖管理时 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个体化的目标值 对于年龄较轻、病程较短、预期寿命较长 无并发症为合并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 在无低血糖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情况下 可采取更严格的HEBA1C控制目标如6.5% 甚至尽量接近正常 对于年龄较大、病程较长、有严重低血糖时 预期寿命较短、有显著的微血管或大血管并发症或严重合并症的患者 可采取相对宽松的HEBA1C目标 哪些人群容易的糖尿病? 糖尿病不会无缘无故找上一个人 而容易出现血糖升高的情况 主要鉴于以下几类人群 一、50岁以上人群 身体逐渐衰老 随着年龄的上升 周围组织对胰岛素降糖作用的敏感性会降低 即产生胰岛素抵抗 其次,随着年龄上升 身体脂肪构成比例增多 更易肥胖 也就更容易患糖尿病 此外 年龄较大的糖尿病患者的体力活动会减少 进而会降低周围组织对葡萄糖的有效利用 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因此 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 有条件应每年到医院做一次体检 及早发现糖尿病并进行治疗 二 肥胖者 腹部肥胖危害更大 会导致胰岛素抵抗 引起高血糖、高血脂等代谢问题及代谢综合症 建议男性腰围应90厘米 女性腰围应85厘米 三 三高发病基础相似 高血压和高血糖、高血脂不少都合并存在 因为他们发病基础相似 包括超重、不健康饮食、运动较少等因素 我国门诊就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中 约有30%的糖尿病患者伴有高血压 糖尿病与高血压的并存 使心血管等急变的发生和进展风险明显增加 也增加了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 反之,控制高血压可显著降低糖尿病 并发症发生和发展的风险 当然,高血压也可出现在糖尿病发生之前 四 糖尿病家族史 糖尿病是一种多基因遗传疾病 既有险性遗传 又有隐性遗传的因素 如果父母及往上一辈的人中 有患二型糖尿病的人 子女患病的几率会明显高于无家族史的人 具体的风险评估可以通过糖尿病风险评分表来估算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一下